譬如平時阿禮言回來 因為她跟數碼說的距離 也算是遠了 也算是遠了? 我以為你有一回合 看看我在哪裏 其實也很遠的 雖然在柴灣我也覺得很遠 看你在哪裏住家 然後回過來 可能有時阿禮言開車 第一,距離的一件事 隧道的一件事 但你和我都會開車 對,你也避不了 我避不了 但我相對沒有阿禮言 那麼慘烈的地方 是因為我沒有塞得那麼習慣 因為一個開車的人塞車 真是慘痛到不得之了 是一種 因為以阿賓為例 她家裡塞過來 最多都是塞一層 就是洪水那一層 但我不是 我由套路說 開始就首先塞 就是大佬山隧道那一段 然後再塞 就是沙田馬場 然後輪到施山隧道 再去洪水 我們塞四層 那四層是令你痛不欲生的 基本上你要多做兩個小時 他起碼多我一個小時 對 算塞車 他起碼多我一個小時 我算過如果我由家可以出發 我大概以早上這麼惡劣的環境 是95分鐘至100分鐘左右 嘩 做到一個節目了 你明白嗎 其實他開車的時候 他回來已經做完了 這個節目 我經常都說 我們的主持們是很有誠意的 你想想數碼說 這個這麼遙遠的地方 而我們大部分都不住在廣東推為例 所以我們每一次其實來回交通的時間 是等同一個節目 或者多一個節目的時間 而我們都很堅守地做 就是因為我們真的很愛大家 是啊 但是我們不財 我們應該要努力一點 在車裡做 不是我們應該努力一點 幫公司找資 在旁邊 那我們就可以買到貝沙灣 啊 只要住在貝沙灣 就解決了問題 就是等於以前 等於以前我在廣播道 那些全部聰明的那些 一定是住廣播道 他為了令到他在廣播道 最快他就會住在廣播道 你不懂嗎 你看看心起大哥就知道 就是這麼簡單 很簡單的一件事就是 我們要不夠努力 我們要再努力一點 就是這樣 我想問如果開車 尤其是有車 你們這樣 那個塞車的心態 其實是否明明有輛車 應該是更快的 比其他人 但偏偏就是在那個水道塞住了 那個很矛盾的感覺 那兩厘 你只能夠善用你塞車的時間 譬如說你要有些早上的電話 call call會 你有些什麼文字 那些你要快快去去 立一次的 你就要趁一個很安全 就是我這裡不鼓吹不鼓勵 就像那個什麼議員 你們自己有辦法 總之早上的時候 你盡量用口 跟別人溝通 你當時要做的事 或者你要跟別人聊天 之類的那些 你就有那些時間把握他 你說要用 其實挺好用的 老實說塞鑽雄碎 其實可以起碼覆了三堂 不過差在那堂覆完 然後又沒有東西回 那你就回覆了 好了 這是第一 好了 但我就說 為何無端地說塞車 因為大家早上乘巴士 乘地鐵都可以塞人 你別以為塞車很厲害 塞人也很厲害 放工 是的 但不同的晚上 例如阿禮言晚上回來 或者晚上離開 這樣就快很多了 他回家 我想可能半小時九個字 應該怎樣都到 差不多 四十分鐘左右 好了 但關於你說 現在的市場又叫做開一點 多了很多 你說半年前 半年前香港真的喝你渣 你喜歡怎樣都可以 是呀 不會塞車的 你喜歡做什麼做什麼的 他就說 其實現在人流回來了 亦是多年來香港都解決不了 就是三條過海隧道 在繁忙時間 塞到阿媽都不認得 那究竟怎麼辦 最近有一宗傳出風 大家又拿了一點智慧 和心態出來理解一下 討論一下 運輸及房屋局 前幾天向上星期 向立法會提交文件 指出明年2023年 就著修回篩稅專營權 將會提供一個契機 就是在三條過海隧道 優先實施一個 這個厲害 真的很厲害 叫做擠塞徵廢 我再說一次 叫做擠塞徵廢 什麼意思呢 計劃分三個時段收費 繁忙時間是最貴 是不是劃一斤西瑞的收費 不知 在一般收費上加收叫做擠擁廢 什麼意思呢 譬如以紅稅為例 平時過海是20元 假設它限了你 在早上七點半至早上九點半 這兩小時 就是人流最多上班時 好了 過海不是20元 因為它要加一個叫擠擁徵廢 可能加你20元 即是它的配套做得不夠完善 然後加諸諾人 罰多你兩億 對 不是我 是我的爺 代你爺罰多兩億 之後 可能是過海是40元 好了 然後在這一刻 希望 如果繁忙和非繁忙時段的收費 差距夠大的話 可以鼓勵叫做錯峰出行 什麼叫做錯峰出行 當然它很純粹 意思是什麼 不然我回家比較適合 我就說我沒所謂 你跟我老闆說 你不要跟我說 你變相你下班 你又重新回家 是啊 那好了 譬如說這樣 我問你 譬如我和你回同一間公司 我們都是開車 我們都是回辦公室 好了 我們平時回到九點鐘 打卡遲一分鐘 HR都會馬上發電郵 我問你二月筆什麼事 喝大了嗎 可能是這樣 好了 現在跟你說 不是 我們平時趕頭趕命 八點鐘我們塞過海的時候 他收到我60元 本身20元 加夠40元 足足60元 我當然說 那我遲些回家 我就10點多回家 好了 如果我跟你也10點多回家 那10點多的時間是繁忙時間 所有時間都是繁忙時間 所以 What's the point man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你說不是 現在公司和你玩 以前 近兩三年 我們有玩過分段上班 有時你回我不回 我不回你回 好了 我們現在玩分一模一樣 那What's the point? 就是狀態是你因為避過隧道嗎 Oh my god 你一個月猜完 譬如回21日工 你10天是非繁忙時段 少付錢 我猜多一天 誰會賠給我 What's the point? 第二個 第三個 當世界變成要這樣的時候 很貴的時段沒有人去 便宜的時段很多人 那你本會倒置了那個狀態 然後就是說你現在是否再宏大一點的規矩 就是我們實施四天上班 像歐洲一樣 現在玩這個 其實這樣比較好 如果不是的話 What's the point man? 可能他是變相鼓勵 Work from home 我不知道 然後他就說 亦需要配合一些叫做泊車轉乘 和興建第四條過海隧道 其實很老實 真心想說 作為我和禮賢都開車 都有十多年的經驗 你就算沒有開車 你都來回過海 起碼有年多兩年 都有幾年的日子 其實你覺得香港 我先問一個根本問題 你覺得香港需要不需要有第四條隧道? 我真心想問這條問題 其實香港是否需要 就算是哪個位置 這個也是重要的 因為你東區有 西區有 中區有 你在哪個位置 你究竟想 可以看得 我先想一想 哪個位置最需要呢? 可能是張君澳 張君澳直撈下去 可能是對面是甚麼? 杏花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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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便覺得OK 我舉一個例子 或者我講一個說法 你聽聽我會否喝大了 你現在跟我說 傳聞向北發展 我們發展北區 大灣區 我們把所有的東西 都放上去 那些現在開始收地了 搞甚麼古洞 那些北區 那些落馬州 那些外套 總之全部都放在北邊 最好你們有以後的辦公室 因為如果現在開車 你走到天水圍 你會看到一幢 好像IFC 但其實那裡是大陸 是吧? 然後你會發現 那裡是深圳 好,當香港 假設是向北發展 這一刻 你又跟我說 在第四條隧道 到時那些中環 或者辦公室那些 太方便 因為你想想 現在最多人經常 就是上官堂 大連牌 對面海那些 就是全部人 因為賺到少許錢 想買樓 但買不到市區 怎樣? 新界 團天園 這些地方 然後可能 這些地方 不是這些地方 這些地方 然後可能大埔 好,然後你現在附近 有另一個類似經濟重鎮的東西 放在你們這麼近 而如果那間公司肯移動 租便便宜一點 一定吸引你們去 跟你說租便宜 有車位 搞路 免費餐券 他一定會搞這些 你猜到的 他能建立那個位 譬如他建立一個類似科學園的東西 他放在北邊 他一定跟你說 你租我們辦公室 包你40個車位 但不知道為什麼都是死場 你先不要理會 一開始總有人落搭 總有人怎樣都不想落搭 都要落搭 服署 當是這樣 好,那你是居住在屯門的朋友 你看都看回那邊 對嗎? 好,當少了人回過海 那我們是不是形同 無端端多了一條沒什麼人用的隧道 所以我問的問題是 你的時間不正確 你的時間不正確 除非你現在跟我說 還有一條新的隧道是怎樣呢 直接丟進迪士尼 在我們西環這邊 一丟就丟過去 那個交易洲還是什麼 一丟過去就東涌 除非東涌有很多人住 那你就可以減了丁九 就是丟九 青馬 青馬 那個位置塞 那裡有塞嗎? 那裡應該不是很塞 你問一下可南 上次是丁九做了什麼 你問他 丁九有 對 那你現在屯門有一條隧道 落東涌 那你不需要走原本 屯門公路嗎? 你解了這些問題嗎? 同樣地 將軍澳也是因為人多 你又要解那個問題 但我就說 如果真是你發展北區 其實你應該整條路 是將軍澳 辦西貢然後上去 那你明白嗎? 我就覺得你那裡做東 你做西 你這件事你都不配 我自己看而已 所以我就說 我覺得 那麼古怪的 你們這些人想起一些東西 搞笑的 然後當然 這個香港汽車會 都是好人來的 因為他都在說一樣的東西 他認為過去數十年 政府房屋的政策是不宜 市民才需要駕駛這麼多車 不應該懲罰車主 但更加想起一層 你現在發展北區 那你為何還要整條隧道